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 他们计划秘密的张摄罗网 他们说谁看得见我们呢 他们摄谋造计 又说我们的策划绝对精密 人的心意多么难测 但上帝要用剑射他们 他们就突然受伤 他要凭他们的话消灭他们 看见他们的人都摇头 大家都恐惧 他们要述说上帝的工作 思想他的作为 依人要投靠上主 要赢他喜乐 政治的人都要颂赞他 我们常常看到一些电影的情节 就是恶人总是会用一些恶毒言语 去伤害良善的主角 可是呢 这种编织 就会编织一些谎言 或是用良善者的名 来说他们从来没有说 或做过的事情 那以前年代 哪有那么多录影的器材 手机设备 所以根本无法去证明 那良善者没有说过这些话 可是恶者总是用一些办法去陷害人 到处去散播谣言 害人 那这样的剧情和现实生活 都常听人讲过 那原本良善人可能 什么都没说 但是被讲久了 被传说很多次了 大家当成真的 但是不管我们是否经历这样的事情 想想 遇到这样的事情 这种情况 你我可能就想要 到上帝的当中 将我们自己隐藏起来 不要被恶者一直攻击 脱离恶者的计谋 尤其像恶者不只是一个人 是一群人 自己共犯结构 那些恶者彼此 感情可能不错 或者很 但是很可惜 他们是共同做恶事 要商量如何陷害 良善者于灾祸之中 他们善于 公于心计 反倒是正直良善的人 是行在正路 却是如履薄冰而叹息 可是不要忘记了 神能救掌权 神不是不输手 是神的时间尚未到 当神出手了 如同射箭在恶者身上 恶人他们就 如同惊弓之鸟 众人也会因此而更敬畏神 以此为警戒 在全世的世界 或许我们都以为 有权有势 就容易去操弄别人生死 但是不要忘记了 神才是主角 才是主宰 还记得以前在政治上面 都是一言堂 甚至有更多做生意的人 要进入政治圈 都要加入某些党派 甚至一群人掌握某些政治 经济 军事的命脉 甚至不惜出卖了 许多正义人士 如今一党独大不在 恶人也无法透过单一媒体 陷害某些人 转型正义虽然不尽完美 但是总是又是迈向前一步 神总是有祂的时间 若你行的职 做着正 不要担心害怕 神永远是我们的倚靠 和属于正义的一方 如同经文所说的 一人要投靠上主 要因祂喜乐 正值的人都要送赞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